《徐州城》 徐州让我魂牵梦绕 今日终于美梦成真了 一看便知 如此雄冠区区吕布怎配具有 雄冠定当归属领主 今日已成正宽 主公得徐州以后 尽可攻退和守 顶礼中原之日 悲期不原也 说到吕布 我想起一个人 在下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主公巴扯儿想起雕蝉来了 他怎么样 吕布死了以后 雕蝉是不吃不喝 更不梳妆打扮 整天呆坐着 试着问他 他只有一个请求 什么 要为吕布收尸 主公 恕在下指引 不要招惹雕蝉 此女太过妖艳 乱人心性 周公秀望了 董卓和吕布的下场 寻衣啊 多谢你的忠告 但我既非董卓 跟我非一吕布 小姐 小姐请看 这些都是曹将军 送你的服饰 渐渐都是珍奇之物啊 就连长安宫里的嫔妃们 可都得不到 小姐 快快梳妆打扮起来吧 曹将军说了 只要小姐 把这些衣服穿起来 事后曹将军一次酒宴 曹将军 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我要为我父亲收尸 曹将军准了 我要南木棺材一口 六尺一石一方 以王公之礼厚葬 背上还要切命 汉 都庭侯 奋威将军 吕凤仙之目 曹将军准了 我还有一个请求 我死后 要和我的夫君 站在一起 准 都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都详细 各位将军 多亏各位将军 废用叼杀 方能拿下徙州 我与各位将军 同音慈悲 一罪方休 来 故隐将军 敢 敢 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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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马上 倒酒 来 来 来 倒酒 咱在后 来 来 来 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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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先生 来 来 倒酒 先生 今天咱们俩说什么都得喝 真的 我真的喝吧 你喝吧 别 等等 先生 等等 你叹什么气 没事 我真的没事 你喝吧 不不不 等等 来 来 来 你肯定有事 告诉我 这大喜的日子 你愁什么呀 啊 没事 没事 真的没事 不不不 你肯定有事 你要是不告诉我 我就不让你走 告诉我吧 好好好 徐先生 你知道吗 主公喜欢的女人 你很提出 谁不喜欢你了 你 我西图就喜欢你了 你喜欢的女人 和主公喜欢的女人 根本指引 主公喜欢的女人 是一份少妇 尤其是别人家的媳妇 你还记得张绣的事吗 我当然记得了 主公那天喝醉了 把想讲张绣的小伯母招来事情 张绣不堪其辱 竟然称以攻杀诸侯 要不是点为护驾 主公早死了 点将军 这是为此丧的命 今晚主公 要比那天夜里更加危险 怎么着 你快住 主公已经发话 他今夜要去白门楼 你知道白门楼里住的是谁吗 谁 廖蝉 这个妖女怎么还没死 非但没死 还打本得如花似玉 正准备接待主公啊 许初啊 你可别忘了 东卓和吕布 就是因为貂蝉而死 此女太过妖艳 满人心天啊 他一旦缠上主公 那可真是祸水横流 肯定会殃及三军啊 我现在就去除了祸水 等等 你就不怕主公 降罪吗 我徐处跟随主公 厮杀多年 九死一生 使命 何惧之用 侯将军 五雅春 嘀怕 腌费马 一片幸运桃花糖 梅带粗活成游泽恨 羽绒出端 古人缠 好 如此长袖善舞 不知醉倒了多少英雄浩劫 我这一唱不是为了将军 是为了我夫君 难道在你心中 我曹操还比不上一个吕布吗 是 在我心中 将军是不如的 为什么呢 我夫君真诚 将军老辣 我夫君善良 将军奸血 我夫君多情 将军无意 所以即便你是杀了他 在我心里 你永远不如的 将军 知道这是什么吗 然后她说 我母亲 我以前就想起来 你也想起来 我心里想起来 我心里想起来 你看 我心里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我心里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当天夜里 甘江 墨爷夫妇 就取回了流星 铸成了两把宝剑 一把叫甘江 一把叫墨爷 也就是吴王剑和岳王剑 铸完这两把宝剑 剩下的云铁 只能够锻造一把的刀 就是这把七星刀 八百多年了 吴王剑和岳王剑 都已经是名满天下了 可是只有这把七星刀 默默无闻 一直不为人所知 一直到 我曹操 指此刀刺杀董卓的少 这可惜啊 董贼命不当绝 怎么 今天你想用他来杀我吗 我只要把他 我只要把他 还给上天 嗯 如今我就是天 拿来 拿来 他没想杀我 他只是想自杀你这个屁股 他死得好 是群狱叫你来的吧 自己到监军那领三十军棍 诺 罢了 免了吧 不 不免 我去 他 我都不想 对 大伙听战 此意 我们一起收取徐州六郡 围阵天下 实力大增 这也是咱们自起兵以来 取得的最大的一场胜利 为此 我足足高兴了半个时辰 可是半个时辰之后 我的心情又背绝沉重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冀州袁绍 讨伐公孙瓒的一战 正在激烈地进行 这几个月以来 袁绍步步紧逼 公孙瓒是损兵折将 照此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 幽州就是袁绍的 如此一来 这大汉天下 袁绍一个人就独享了 清幽并济四个州 成为天下最大的诸侯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主公与袁绍之间 定有一场生死决战 此战决定天下归手 没错 那你们知道此刻 我最盼望什么 主公盼望的是 现在袁绍与公孙瓒 最好不分胜败 拖得越久越好 以便让袁绍兵力受损 为主公赢得时间 为最后的决战 做充分准备 对 听命 后天班师回许昌 整军备战 作证 大哥 为何发愁啊 曹操后天就要班师了 我在想 我们该何去何从了 现在徐州是他的掌中物 我们无处容身了 曹操不是答应 让你做徐州物吗 他还答应吕布 做三军大元帅呢 曹操 不还我们徐州 让我们囤住小配 也成啊 大哥 你为朝廷 立下过汉马功了 又为曹操 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难道他连一座小城 都不舍得吗 他若能准我住小配 那我当然高兴 我根本就不想随他去许昌 现在 离这个人越远越好 尼德 你意如何 我呀 我才不扫那份闲心呢 大哥的意思 那就是我的意思 三弟倒是伤心 那当然了 这老大哥天下 岂能没咱容身的地方 你们愁个善呢 好 凡事在即 其余的大事 我都已经有所安排了 可是有个人 该如何处置呢 战前 你们仨一个叫我杀 一个叫我用 一个叫我用后再杀了 现在 班师在即啊 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 吕布已亡 徐州已归属主公 刘备无处依靠 他只好投奔主公 现在杀他 已经没有必要 相反 用之更好 物尽其力 人尽其才 主公也享受 人间爱贤之美称 敢问主公 是否答应过刘备 令其做徐州牧 好像是有 记不清了 请主公明言吧 有还是没有 有 那么 主公不可实言 在下见以 赐刘备为徐州牧 但只受其名分 而不给其实权 令派可靠将领 驻守徐州 总览 军政 民政 刘备呢 令其驻守小配即可 在下复议 哦 在下也复议 好吧 就怎么办 报 兵主公 有几位师身父老求见主公 何事 他们听说主公要回许昌了 大吉 代表徐州五十万百姓 向主公敬献万民书 哦 是 真想不到了 咱们刚到徐州没两天 徐州的百姓就如此爱戴咱们 明心可疑啊 快请进来 诺 小民 卢义族等拜见曹大将军 拜见曹大将军 我等听说大将军就要返回许昌 特代表徐州六郡的百姓 向大将军来进城万民书 恳请大将军留下留宫玄德 让他重新担任徐州牧 谁 留宫玄德 哦 即是刘备 为什么呢 宾大将军 刘备爱民啊 朝前死后 刘备曾经担任过九个月的徐州牧 那九个月 是我徐州最太平的时光啊 刘备与各乡镇定立约法 霸翅贪官 减轻赋税 还建了三座便民桥 五百余丈河堤 引水灌溉农田 才有了五谷丰登 人丁兴旺啊 大将军啊 我徐州百姓 直到现在还有口饭吃 仍然 仍然托付于刘备当初的德政 我等 以多年未见 如此贤明的助攻了 肯定请大将军留下刘备吧 肯定请大将军留下刘备吧 刘备如此贤明 刘备如此贤明 刊当朝廷栋梁之财 不过 让如此大财 担任区区益州的刺史 不是太委屈他了吗 这边有劲 你们看好不好 我把你们这个万名书 上成朝体 把列位的心意 表作天子 让天子 亲自赤风留辈 可好 谢大将军 谢谢大将军 绝不能让这个刘备留守徐州 连小胚都不能让他住 督公你刚才同意 让刘备在徐州挂个虚名 有名无实啊 你没有听到刚才那个世绅的话吗 刘备在徐州已经深得铭心了 如果让他挂个虚名挂着挂着 他就会变成实的 而咱们留在徐州的人 就会变成虚的 这个不得不妨 刘备不能留下 我要把他带回徐州 曹公 天子下诏了 他听说你是皇室后裔 又在徐州矫贼中立下大功 龙心大悦啊 陈刘备摇助武皇万安 就会变成了 他在士兵 您找到了 要 要 我 再说旅途寂寞 我也想和贤弟做个伴 在下有几位兄弟 你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明日曹仁会陪着 关张赵三位将军 办事会尽 怎么贤弟不想见天子呢 好 在下遵命 这就对了 皇上有旨 宣百官入朝 皇上有旨 宣百官入朝 皇上有旨 宣百官入朝 吾皇犯罪 犯罪 犯罪 大将军曹操 奉旨觐见 天子赐我入朝不败 暂败不明 在下明文 明明保 对杰杰术 不良 いい 杰杰术 爱卿平身 臣奉旨进军徐州 擒杀贼将吕布 收复徐州 六郡十九城 府堤十万 斩首两万 令获战马兵器无数 爱卿立此书勋 朕极为高兴 臣所做的一切 上乘天威 下卫黎明 忠心汉室 臣不敢鞠躬 爱卿一举攻陷了寿春 大败逆贼元术 此次爱卿又人不谢甲 马不谢安 为朝廷收取了徐州 爱卿已是名震四海 攻垂天下呀 听旨 朕拜爱卿为朝廷丞相 总领朝政 家赠封地九千寝 民三万户 臣曹操 寇谢天恩 请曹丞相入座 请 陛下请 你看这个人 他叫刘备自玄德 刘爱卿 请上殿来 陈刘备叩见陛下 爱卿 祖上何方啊 陈乃中山静王之后 孝景皇帝之玄孙 祖刘雄之孙 父刘虹之子 哦 你是朕的皇亲呢 快拿皇族誓谱来 朕要验看 念语朕听 孝景皇帝生子十四 第七子便是中山静王刘胜 刘胜生陆城侯刘真 刘真生配侯刘昂 刘昂生张侯刘露 刘露生姨侯刘烈 刘烈生杨侯刘鹰 刘鹰生风陵侯刘步怡 刘步怡生季川侯刘慧 刘慧生东郡令刘雄 刘雄生刘红 刘红不适生刘备 禀陛下 这刘备乃是孝景皇帝的 第十八代玄孙也 哎呀呀 依族谱 你是朕的皇叔啊 陛下天恩浩大 刘备感激提名 连年兵祸使得国家蒙难 朕也饱受乱贼欺凌 姓德曹丞相 忠君报国 除贼安民 迁都于许昌 朕才略想偏安之福 今日见了刘皇叔 朕更是欢喜不尽呢 刘备听旨 朕受你为左将军 宜成庭侯 臣叩谢天恩 爱卿闲暇时 请多多进宫来看望朕 朕想跟你述族 臣遵旨 恭喜刘皇叔 败将封侯啊 恭喜刘皇叔败将封侯啊 恭喜刘皇叔败将封侯啊 恭喜刘皇叔 恭喜刘皇叔 丞相虽然未及仁臣 但还仍然是臣 而他刘备 转眼间变成了皇叔 可笑致志啊 那有什么 我要是愿意做他皇爷爷都成 那我不贪那个 这陛下刚见刘备 就给他败将封侯 不败将封侯啊 很明显 陛下是想培植势力 用于外援 丞相不得不防嘛 此一节我也想到了 当然要防 不过凡事皆有利弊 刘备现在既然归为皇叔 以后我再用天子诏令制约他 他就更得尊从了 嗯 即是 刘皇叔受封后 有没有得意忘形啊 恰恰相反 他受封之后 反而更加谦卑了 他把自己关在客宅里 整天是大门不出啊 即便是出门拜客 大老远就打工作医 如履薄冰 聪明人 丞相 在下有言 压抑很久了 你只管说 丞相 无论在朝在野 都已经是功德浩荡 恩威齐天了 因此 丞相 不应该仅仅屈尊于丞相职位啊 成月 你是在劝进吧 嗯 正是 嗯 多谢了 我现在虽然功名日盛 但是滋望尚浅 兵马属地 也不如袁绍多 再说了 现在朝廷内外 忠于天子一心浮汉的大臣不少啊 别人不说 寻遇 头一个他就不能答应 所以我还是别 热火烧身了 那丞相 你应该早做谋划 查清谁是帝的 谁忠诚于丞相啊 这倒可以 这样 过两天我要去许田行列 老你进宫奏报天子 就说我请他一块去 还有朝廷内外的文武大臣 都去 遵命 祖上如此辉煌 可惜传到朕这儿 却是奸贼当道 国家沦丧 喜哉痛哉 陛下 刚刚召见刘备 为何就给他败将封侯啊 草草独善朝政 国事都不由朕做出 刘备既是个英雄 又是皇族后裔 太难得了 将来子人可用作后援呢 臣明白了 可刘备兵马不多 又无甚属地啊 这个吧 朕将来会慢慢地封赏他 哦 禀陛下 参军成狱求见 哦 叫进来 诺 臣成狱拜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呃 爱卿有何事啊 禀陛下 后天丞相请陛下许田行列 爱卿啊 这驾鹰牵狗的事儿 恐怕不是天子正道啊 再者 朕的身体也不舒服 朕 陛下 自古以来 圣军都好打猎 春波夏仲 秋收东藏 四时狩猎 来 朕将军有何事啊 朕将军之后 朕将军之后 你们跟着陛下 再来 朕将军之后 先来 你 这 要是 了 朕的身体舒服多了 张高丞相 朕去领旨 尘体陛下试射一剑 他有什么沉船 冲啊 抒上 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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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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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神社真是了不起啊 这恐怕不是刘皇叔的心里话吧 你可是见过吕布的原门设计的 他才堪称神社儿子 吕布虽然善射 却被丞相斩首了 丞相剑术随不如吕布 却能一剑定江山 如此看来 吕布设计再高也是俗设 而丞相随只设翻一头路 堪当是神设 这倒是句实话 终听 臣奉还陛下的宝雕功 安心留着用吧 谢陛下赐功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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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出 在 送你了 这股软绵绵的没鸟用 咬他干嘛 那就把他扔了吧 不 承约 在 刚才的事你都看到了吧 将士们向我勾呼万岁的时候 有多少人不高兴 国舅董承气得满脸痛苦 关于以身手摸剑 不少大臣也是敢怒不容易 还有巡遇 他也长虚短叹 是 我对他那么信任 那么尽重 他却心向天子 是 由此可见 朝廷上下忠于陛下的人不在少数 更何况现在诸侯歌剧枭雄争霸 成帝的事就不要再说了 诺 大哥 徐天大为 曹操实在太可恨 竟然敢押皇帝一头 抢夺天子之礼 曹操帝王之志 建卫之心 早就有目共睹了 我本来想 杀了曹贼 为国除害 可大哥你为什么 不许我动手 当时曹操身边假势林立 猛将如云 如果你动手 我担心不但伤不了他 反而会害了天子 现在 不除草贼 日后 必成大患 就是 这杀又杀不得 忍又忍不得 那他们还握在这里干嘛 大哥 咱不如 离开许战 到外头 快过去吧 现在许昌歌楚 都把守积 bounty 我们即使想走 也要寻找机会 我们现在寄任理下 万事都要忍耐 大哥 你老是忍耐忍耐 这忍到何时是个头啊 蒂盛 主公 皇宫里来了个内臣 说是传天子口谕 臣刘备听旨 禀刘皇叔 圣上口谕 陛下在许田行列时 深染寒露 卧病不起 召各位皇亲国戚 入宫请安 请奏报陛下 臣立刻就去 天地之间茫茫茫 您是多少好 不强 生佛悠然 不久长 岂入大江山 奔留向远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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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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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书 草 万全 修 四 奔 细说梦里带心异忘 共产生退早幻想 平安心中心 我与对心异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